所以从它的调制上来讲 此时一定要使用的是 滋的谁 滋的是肾水 养的是谁 养的是干木 滋水寒木的方法 我们也把它叫做什么呢 滋补干肾的方法 滋补干肾的方法 用什么样的药物去调制它 肾 干 补的是肾经 养的是干血 所以很熟悉的药物 熟滴 补肾经 还补血 当危 洋血又活血 穿熊 活血是血形而不支 还有什么 生山药 上边一飞 中间尖皮 下边补肾 三脏同补 还有什么 枸杞子 这几位药物作为基础方 这几位药物作为一个基础方去使用 如果说 如果说 如果说患者出现了心烦 失眠 多梦 那么我们怎么办 那么我们就宁心安神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点灶仁 还可以用点夜焦疼 合环皮 如果说患者出现了这种五心反热 就是手足心的潮热 如果出现了潮热 手心脚心发烧 或者骨争潮热 或者有了这种轰热感 那是阴虚的比较严重 那我们用什么 用女真子 汉莲草 可以再用点 单皮 地骨皮 可以加这几位药 如果患者 特别容易进入剧情 而且常常一进入剧情 或者说一出现红热感 就会出现自汗 就会出现满头满身的出汗 写到这个地方 第三种情况 动不动就出汗 那么我们可以加什么 可以加点浮小麦 生龙骨 可以用点浮小麦和生龙骨的问题 如果患者出现了腰西酸软 那我们可以用点肚中 用点胶肚中 用点怀牛席 这样去治疗他就可以了 或者说有些人特别容易出现激动 情虚 爱激动 情虚 爱激动怎么办 我们给他输 输 干 礼 礼 气 输 干 礼 气 可以用点相辅 或者无药 拥有这几杯药 去针对他不同的情况 进行随正的加减 激量 常规激量 输低9到15 当规 如果大变糖量用少量 如果大变肝量用多一点 如果大变正常 取个中间量 9到24 穿行3到6 山药15到30 枸杞子9克到15克 三枣人6克到10克 夜焦腾9克到15 合环皮9克到15 女真子15到30 汉莲草10克到15克 单皮6克到10克 地骨皮6克到10克 如果用拂小麦15到30 龙骨15到30 用杜仲6克到10克 牛席6克到10克 香腹子6克到10克 乌药6克到10克 这样去加加减减 如果出现了上述的症状 就按照这个方子 去做做调整 做做调理 是完全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掉的 那么当然也有女同志在说 有些女同志说了 说老上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年龄段里边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我需要不需要调理 我需要不需要保健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中医最高明的地方 那在于能够预知到后边你会发生什么问题 胃病先防 这是最高明的时候 那么明明我们按照人体的发育规律 到那个年龄段里边 他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只是有些人呢 他出现的时间比较迟 或者有些人出现出现以后呢 他的症状比较轻 那么今天没出现 我们不要等到他后天出现 明天出现 我们再去调治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点晚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 就是说已经到这个年龄段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出现任何相应的感觉 或者症状的表现 怎么办 我们用保健的脊梁去进行调治 那么就可以把什么呢 可以把这几万 这几万药物 然后可以加个女真子 然后在里边再加个生白勺 十到三十 然后把这几万药物 熟地当归川雄白勺 素汤吧 然后加个山药勾气籽 再加个女真子 把这几万药物怎么办 打成粉 做成水丸 每天吃一点 吃多少 做成水丸 每次吃六克 一天吃两次 连上连住 把它吃上一个月到两个月 停下来 再过上半年左右 再把它吃上一个月 到两个月 一年吃上它三个月到四个月 来防患与危然 那后边我们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那么一旦出现这些问题 就应该积极地进行调治 不要让它再严重了 因为让它再严重了 不仅仅伤害的是我们的身体 尤其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伤害 一旦出现形神剧病 很容易出现一些我们不想见到的其他情况的发生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 针对中年女性 所尝试的 所讲述到的 如何进行保健的问题 希望大家 在该保健的时候 保健 正确的去保健 让我们永远健康阳光的效对生活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